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中举行了高层会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面批评中共威胁全球 并说到将谈到台湾跟香港的议题 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则批评美方所谓干涉内政 那么这场开幕仪式原定只有几分钟 但是中共代表却脱续进行超时发言 让会议达到一个多小时 而美中两个代表团直接在记者面前争论 什么时候要让记者离场 美国阿拉斯加当地时间18号下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市 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 布林肯在开闯时就明确表示 会讨论到中共的新疆 香港和台湾的行径 并直指中共威胁全球稳定 另外路透社指出 在这样的高层会议 记者在场的开幕仪式通常只有几分钟 但这次却长达一个多小时 美中两个代表团在记者面前争论 什么时候要让记者离场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 美中在会谈前说好开场声明 只有短短两分钟 但最后变成超过一个小时 这名官员批评中方代表 此行似乎意在哗众取宠 聚焦在公开作秀 怀而不时违反礼节 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官方行程 美中双方在阿拉斯加 围棋两天一夜的行程中 有三场会面 在美国国务院提供给记者的行程表上 都以CCP中国共产党 来称呼杨洁篪与王毅的头衔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道 好 中共杨洁篪和王毅 首次跟拜登政府在美国对话 就出现了超时跟情绪性发言的脱续表现 外媒指出过去中共杨洁篪 通常是独自访美 而王毅则是和中方大型代表团的成员 参加中美会议 没有出现过杨洁篪和王毅两人 搭档出访的场景 那么这次会议也展现出了 中共急于谈判的态度 我们用一张图带您看到 美中双方在两天一夜的三场会议中 可能触及的议题 中共希望美方撤销川普任内对中共的制裁跟限制 那么重启战略对话 而美方透露要谈的议题 包括了台湾 香港 南海议题 以及中共对美国盟友的经济压迫 好 拜登政府展开任内首次的美中高级别会谈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 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余茂圈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 那么在谈到了美中互动时指出 中共对美国喊出求同存异 美中双赢是对美国灌迷魂汤 他表示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告诉我们 中共所谓的双赢是中共赢两次 美国输两次 中共几十年一直跟美国灌迷魂汤和摩汉药 说我们这个要求同存异 中国一直就说由于这种求同存异的方式 我们可以双赢 我们可以互利 那么川普政府在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2017年年底之前 他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几个星期之后 美国国防部也提出了国防战略计划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的一种关系 它的关系不是双赢 因为在中国的眼里面在美国的眼里面双赢几十年的时间告诉我们 就是中国赢两次 美国输两次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战略竞争 好 林茂春也表示呢 中共一直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这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呢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呢 其实美国政府什么都不做 中共依然认为美国是头号威胁 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跟政治理念 对中国人吸引力非常的大 那么这是中共最怕的 害怕美国的模式呢 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嚮往 好 面对中共全面威胁美国国内反共的意识高涨 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周四提案 剥夺中共享有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回到2001年前的体系 另外呢 美国参议院近日举行的多场相关听证会 兼酝酿重大法案来应对条件 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吉姆英霍夫和李克斯科特 周四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 要撤销中共的永久最惠国待遇 回到2001年前的体系 此法案如果通过 中共要每年获得美国总统的批准 才可享有最惠国待遇 而中共的人权和贸易侵犯行为 将被列为评估因素 另外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 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美国成年人数 创新高 比前一年增长一倍多 达到45%超过俄罗斯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 周三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听证会上宣布 两党议员正在制定一项 与中国全面竞争的法案 预计4月底可以进行参院表决 同时参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 周四召开以网络安全为主的听证会 FBI负责网络的代理助理部长 乌格雷兹指出 俄罗斯和中共不只攻击应用软体本身 也在应用软体升级程式中注入恶意代码 损害美国人、美国企业和机构的利益 威胁国家安全 日前发生的微软 exchange伺服器遭攻击 和去年的太阳风网络攻击事件 是典型案例 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上个月已宣布启动一项重大立法项目 支持美国科技产业 并对抗中国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该法案计划投资上千亿美元 给美国国内的人工智慧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导 美中会谈登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面向中共表示 中共的行为已经威胁了全球稳定 对此行政院长苏登昌今天受访时指出 中共这几年的作为干扰了区域和平 让世界民主国家担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外长王毅 首度在阿拉斯加面对面会谈 一开创布林肯就向中共代表团表示 拜登政府和欧盟都反对中共在全球扩张 以及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施压 对此行政院长苏登昌受访时也指出 中共的作为让民主国家非常担心 中国这几年来的作为不但趋扰了区域的和平 而且所有的作为都让邻国及世界各民主国家 非常的担心 所以美国虽然政党轮替 但是都一致的不但要求中国能够克制 而且都结盟理念自由民主价值相同的国家 大家为维护世界和平区域稳定来做努力 对于前一天陆委会主委邱泰山表示 两岸对九二共事的解释不同 抛出能否有建设性的模糊 就要靠彼此的智慧以及态度 被问到什么是建设性模糊 苏正昌回应 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国人非常善良 只要对我们友善的 我们都愿意跟他友善互惠的往来 邱泰山周五到立院质询前则表示 建设性模糊是美国前国务卿即兴己提出的 意思是在谈判中 双方对敏感和争议的议题 能够以模糊字眼 满足双方的需求和立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张又如 台湾台北报道 好东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指出 两岸无模糊空间 小心护国群山门护开 他写到了 最近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出具了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技术 至少人领先 中国两个世代以上 但是距离只有177公里 而这个177公里 就是台湾海峡的距离 谢金河说 如果台湾落入中共只手 美国领先中国的半导体优势 也会消失 希望大家要有危机意识 这是台湾安全防护最重要的屏障 他说也许企业老板眼中只看到钱 但是在美中角力 两岸关系敏感的时刻 这个问题没有模糊空间 曾经消息 要带您看到了 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的长子黄云元 在昨晚10点 突然发出了374字的声明表示 集团目前难以面对未来挑战 宣布辞去集团所有职务 并且不接受东元董事会提名 引起市场哗然 那么今年早盘 东元股价下跌了0.9% 东元家族的东勇下跌了1.5% 那么林光跌了约1% 连上也由红翻黑 那么东元预定 今年5月底改选董监事 原先黄茂雄打算和保家 华欣共同推名单 但是传出长子黄玉仁对此不满 好 下个新闻要带您关心了 在缅甸的中国人搭台湾的救援班机离开 同时要带您关心美国部分的情报官 指出中共影响川普2020选举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Dashang Industry Professional transmission belt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 solid track record of over 40 years in manufacturing and R&D We make various belts based on specialized formulas Customized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or our made in Taiwan top quality products Routine inspection Specialized certification Universal customer recognition and trust Dashang Industry A global supplier Creating a new era of transmission belts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JS 欢迎回来欧盟17号公布了数位绿色认证疫苗护照方案 但是证书只承认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意味着中国俄罗斯疫苗占不被接纳 在香港至少有7人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死亡 部分年长的市民因此不敢接种科兴疫苗 那么由香港医护组成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也建议市民 接种疫苗前应该要慎重考虑 却遭到港府发声明谴责 医管局员工阵线在伊丽莎白医院摆设接站 向市民介绍有关中共病毒疫苗的资讯 他们表示科兴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存疑 批评政府大量为长者接种科兴疫苗 是政治凌驾防疫对市民安全不负责任 香港政府在3月17日晚发出新闻稿 声称有医护组织抹黑疫苗 用政治利益凌驾公共卫生 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表示 他们只是根据数据指出科兴疫苗有效率只有50.4% 对于60岁以上人士的数据不足 不应该让长者接种科兴疫苗 罗卓尧也对政府正在推行的公职人员宣示感到忧虑 他担心政府要求公立医院医护宣示效忠 会进一步令政治凌驾于医疗专业 你宣完誓之后究竟你有没有办法继续讲真话 好像现在今天这样 其实我都是跟数据说话 跟数据说话的时候 原来是会被人批评是政治凌驾公共卫生 被人说是我抹黑他 那这些时候会不会在宣完誓之后 你不可能再说你是违反誓言等等那些原因 或者用国安法告你 多宗长者死亡案例 另不少原本打算接种科兴疫苗的长者放弃接种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 3月18日也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近日向涉嫌查询疫苗的长者中 半数是打算取消预约 新唐人记者张晓慧香港报道 好 接下来您关心缅甸局势持续恶化 当地出现了反中气的行动 上个礼拜多间中资企业工厂被破坏 但是中共当局却没有松口启动撤侨计划 反而是新增了防疫检测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 中共驻缅甸大使馆要求核酸跟抗体双阴证明 还要出事完成14天隔离的证明 那么就有当地的中国商人感慨的说 感受不到国家想接他们回家 而台湾是在2月21号 由中华航空直飞救援搬机 当天从仰光接回了82名旅客 而媒体报导其中有一名是大陆籍 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 依各资保护法不证实乘客的个人资料 由于缅甸当地部分的医院已经停摆了 台湾的机关手采弹性做法 让28人先入境后再自费检测 那么3月还有两班次的救援搬机 从仰光飞往台湾 疫情冲击 根据最新统计 去年在发展中国家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家庭 面临收入减少 而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也面临1990年代以来 首次萎缩 预估多达1.5亿人跌出中产阶级 台大电董事长海英俊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 台大电目标将公司在中国大陆直接雇用的人力 减少90% 现在的进度是已经砍了四成人力 波波报道 2021年迄今 中国在岸离岸信贷市场已经有约100亿美元 约新台币2844亿元的债券违约 是往年同期的最高纪录 洪海旗下洪华先进18号宣布 与全球综合马达制造商 日本电产在电动车动力系统策略合作 马达是电动车最关键的动力系统来源 这次双方洗手打造电动车不可或缺的心脏 与谷第四季将有成果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 周三 中国大陆电商平台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真宣布辞职 而就在当天拼多多的用户规模 根据报道 已经超过了阿里巴巴 成为中国第一大的电商平台 3月17号 拼多多发布2020年财报 显示平台年活跃用户达到7.8亿 超越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第一电商平台 然而就在当天 拼多多创始人黄真突然宣布辞职 将董事长职位交给现任CEO陈磊 令舆论哗然 拼多多股价大跌8% 黄真在辞职信中说 拼多多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 作为创始人他希望跳出来摸一摸10年后的路 他表示辞职后将专注于感兴趣的生命科学领域 现年只有41岁的黄真 2015年创立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 公司2018年在美国上市 如今又在用户规模上超越了阿里巴巴 而就在此时黄真却选择激流涌退 我觉得他自己主动的采取一种自保的姿态 这个因素看起来更大 拼多多超过阿里巴巴成为电商第一的平台 他自己会觉得已经成为一个出头了 马云和阿里巴巴被打压的事实 对拼多多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刺激的作用 近几个月来 中共当局不断采取行动 约束大型互联网企业 首当其冲的便是阿里巴巴及其创始人马云 《华尔街日报》早前透露 当局要求阿里巴巴与马云划清界限 否则难以得到软处理 而这次黄真在辞去董事长职位后 他所持股份的超级投票权也随之消失 3月15号 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要求对积累了大量数据 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平台 从战略高度来加强监管 彭博社分析认为 北京或许正准备扩大一场 针对最大型最有实力的私人公司的运动 就是他跟你做什么 或者说你是张三还是李四 其实没有关系 任何一家企业 你只要做到了这样大的一个体量 你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结局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 好 这待你关心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在3月公布了一份 关于外国干预2020美国大选的报告 报告在结论中断定 中共并未干预美国大选 而是俄罗斯试图使拜登连任失败 不过报告中也提到了 有网络情报官员认为 中共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使用传统和社群媒体 官方声明等方式 试图破坏川普连任成功的机会 不过报告中把这些网络情报官的意见 是列为少数派的观点 而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这份报告跟先前情报界发出的警告 是极然相反的 美国国家反情报跟安全中心主任 伊凡尼娜和前国家情报总监 雷克里夫呢 都曾经将中共列为干预美国大选的威胁 好拜登政府正在酝酿30年来 最大规模的加税 年收入超过20万的人呢 都可能受到影响 我们要带您看到舆论反应 拜登本周承诺 年收入不超过40万美元的人 不会受到加税的影响 然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三澄清 拜登政府提出的40万年收入门槛 是指家庭收入而非个人收入 也就是指已婚者中 年收入超过20万的个人 也可能受到影响 拜登即将宣布自1993年来 最大规模增税 推翻川普2017年的税改 企业税将从21% 调升至28% 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家庭增税 和对年收入破百万的个人 加征资本利得税 各界抨击拜登加税政策 推特上获奖记者Trish Reagan写道 美国准备好社会主义要接手了 国会众议员伯伯特表示 拜登的加税让油价上涨 和食物价格上涨都不够看了 中产阶级被打爆 国会众议员梅斯担忧表示 企业缴越多税 雇用的人就越少 给的薪资就越低 产品价格也越高 拜登的加税 伤的不是商业巨头 是我们每个人 国会众议员古登则抨击拜登 上任后超过50个行政措施 56天来却没举行记者会 新唐人记者 王于赫 奥利福 上进 纽约报道 好 李明哲被捕四周年 妻子和跨党派立委 揭露他的最新处境 另外美国十年在殖利率 飙升破1.75% 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带您了解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班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使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 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物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传匠师音 品牌弯卫 目阶茶道 T&Wood 欢迎回来多个民间团体 今天举行李明哲被捕四周年记者会 要求中共保障李明哲的通讯权并对外公布释放日期 我迄今没有说过李明哲 拨给我的电话 或者李明哲亲自传达给我的任何讯息 除了那一封 在去年召开记者会之后 隔了两个多月才到达我手上的一封信 NGO工作者李明哲 依照中共关押四年 但从去年中国疫情爆发开始 家属就无法到中国赤山监狱探视李明哲 李明哲也无法与外界通讯 中共对于家属希望能够拨打亲情电话的诉求 也都已读不回 也无视自己定下的法律规定 李明哲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五年徒刑 但李明哲被关押至今四年多 家属以及外界却完全都没有看到过判决书 也无从得知李明哲释放日期 前来声援的立委林长佐认为 中共趁疫情期间 外界无法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时 正加大力度去迫害异议者 打压香港民主 如果我们外界不关注 中国只会得寸进尺 中国独裁政府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他连本来已经答应的都要让他没有 然后连他最基本应该要有的这个 可以打电话或是通信或是视讯的 这些其他可以替代的方式 他也一律都不会去处理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宇表示 他们到恐怖国度进行人权工作 都有心理准备为了理想付出代价 但李明哲已被关押超过三分之二刑期 希望中共能假释 并允许李明哲和外界正常通信 遵律他们自己定下的法律 释放李明哲 新唐人也还电视网关 李宏林峰台湾台报导 好就带您关心 近期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呢 从年初的0.9%迅速拉高到1.7% 也引起了股市跟债市大幅波动 一方面呢 正预期利率上扬 电视也预告通膨上升 美国十年级公债殖利率18号触及1.75% 创下自2020年1月以来新高 引发市场大幅震荡 纳斯达克飞成半导体双双重挫 台积电ADR也大跌3.55% 引发市场忧虑 美债殖利率走扬 一般认为代表长期利率走升 近期预期好转 通膨上扬 央行升息可能性 游割转阴 美国拜登政府祭出1.9兆扩张政策 原物料价格大幅波动 包括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上升到1.5% 十年期美债平衡通膨率来到2.27% 原油价格也走高 也预告市场资金可能大风吹 科技类股它的设备折旧是比较 7加1年 差不多8年左右 所以它对十年公开殖利率的敏感度非常高 那当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 它的资金成本是增加的 当它资金成本增加 那就变成说 它的这个毛利率就会受到压缩 过去的这种科技奔腾的这样的一个主轴的部分 会转到所谓Blue Chip的这种价值型的股票 那在移转过程里面 你就会发现美国四大类股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M型化 资金从科技股转向景气循环股 包括原物料金融货柜能源领域 相同情况同样在台湾上演 因为基本上科技类股这边是有做补跌的效应 包括我们的龙头股的台积电 那在所谓传产股的部分 它反而出现补涨 包括金融类股包括这个所谓货柜 还有一些水泥或者是塑化的部分 出现补涨效应 指数摆旁边 悬股摆中间 会是今年操作的主旋率 19号台积电盘中下跌1.6% 鸿海回挡近4% 大力光业下跌2.6% 分析师认为2021年 整体市场会出现近两步退一步的情况 涨多科技族群要小心修正压力 但整体行情仍有机会向上攻坚 新南京市高权人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 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典舞艺术 2021第九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 将在台湾纽约屈性出赛 9月份全球参赛选手将汇聚世界舞台 纽约曼哈顿 切割记忆亦展才华 金奖奖金1万美元 报名热见